我们一个别进车里面 舒适版本 不进车里面 那我怎么播 是不是 那我怎么播 我们如果说是懂车地那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后台撕个信 我留下你的11位阿拉伯数字好吗 留下你的11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好吗 来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我们一个天籁的内饰 天籁的一个内饰 我已经展示了 如果说是我脱了鞋的话 坐上这台车 也1米64 1米64的一个状态下的话 穿上脱了鞋 近身高1米64 坐进来的话 大概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宽敞度 轴距的话是2米825 一个超长轴距 而且车身长是在我们的4米901 4米901的一个车身长 前排的话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 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 以及说我们的一个皮子的一个座椅 电动的一个座椅 以及有我们的外后视镜的一个加热折叠 以及有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双 双层的一个隔音玻璃 双层的一个隔音玻璃给到大家好吗 感谢我们的点赞 感谢我们的点赞 想要了解这一款价格的朋友们 给零零扣一波888好吗 想要了解这一款价格的朋友们 给零零扣一波888 我们一个天类的价格 目前比较优惠 现在都知道 十四代薰衣的价比较乱 所以说我也不太敢给你们报太低 毕竟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做不了 就是做不了 来感谢我们的点赞 感谢我们的点赞 哇好热啊这里 里面的话有我们的桃木纹的一个装饰 以及软包材质的一个包裹 8寸的一个中控屏 给到大家里面搭载是我们的车联网 车联网的话里面会有我们的 十年一个基础套餐 你可以在线听歌看视频 可以远程控制功能 打开你的一个车门锁 以及是你的空调 以及查看你的车的位置 以及车框都没有问题 打算七八月份买没有问题 大家谢谢 你好久没来了